有很多朋友问高息股 Sammy就说他原本已经持有6823 刚才你也回答过 他说你觉得他在组合里面应不应该买8号仔呢? 另外他说941中移动和3110一只高息股的ETF 他说值不值得留意呢? 首先回答了8号仔 其实8号仔和623相对比较相似 也是符合了相对比较高息 或者是高牌息比率 也是比较稳定 兼亦都是大家好像双生怡那样 是极度接近是52周高位 或者即将是升约52周高位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无论8号仔或者623 作为近期来说都符合市场 是喜欢稳定、低PE、高股息 这些这样的味道 其实来说都是完全符合的 正宗符合的 加on气势的角度 刚才说跟623相似的一样 你仅剩水围之类的 也是极度近12周高位 所以可以继续持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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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持绩 количество MOFRE 變成在短期來說,如果是行政資料相對交易,或者是譬如可能是註定的,可能是即便符合,我覺得是註定的,是相對比較低位結算的話,那九次有些是故意的最壓下去的 加上很興趣的,糾炙大概在$51的價位是有少少的上升電口的,那個上升電口是少到一毫子的,但是大家就是不要忘記,我理得理就算是一個先,其實也是一個所謂的上升電口來的 那氣勢一樣,加上價位又這麼近,所謂的跌口的價位,其實很大機會是會填補的,就是我比例子就是說,之前的$1299其實是77元裡面有個上升電口的,那他又無視了上升電口,就升到84元,好像很有氣勢那樣,你看到這個好像是註定或是明定那樣,回回一下那樣,終於在昨天就填補了$77的那個跌口,還要跌了,OK,那變成了$941,其實大家都可以當作一個實驗,是看一看, 在中市的角度,會不會填補了$55,這些這樣的跌口,完成了一個技術上面的填補,OK,那如果真的如我所說的,那可能那個股價就在一個有少少的回調空間,那去到那些位置價位,就可能會比較完美一點點,那至少就是說,這個$3110,那就是恒生的,就是高股積率的DTF,這個, 其實他也都是囊括了,是一堆東西,是所謂的,是成份股,高息的股票了,那你見到呢,股價導光轉又不是太過理想哦,因為我52周高位是$30的嘛,這個,那52周低位是$22.59,那我現在呢,是近52周低位呢,就多個近52周高位的,那所以呢,就可能呢,是入面的成份股呢,可能就是一般的,這個OK, 你hold同一隻8號仔,他近52周高位,或者已經是上升到52周高位,那但是你hold住這隻$3110,似乎是中間價那樣,那似乎那些高息股呢,都不是太過穩陣哦,如果我這樣說,那變成就是,這個可能未必是我考慮之典了